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NP500跌0.2个百分点 费城办法提跌0.16个百分点 所以道琼跌NASDA涨 高科技类股涨 昨天有两个重要的讯息 一个就是苹果跟Tesla分割它的股票 什么叫分割股票 就是一张股票太贵了 这个Tesla疯了 没有多久才300块一张 现在已经涨到2200块一张 所以它一张就分成五张 苹果也涨到400块 所以苹果也分 苹果之前我觉得它都说不好了 营业不好了等等 苹果跌 跌到100多块一张 要涨 所以面额太大就分割 让一般人买得起 欧股三大指数 英国 德国都跌0.6% 法国大跌1.11% 超过1% 台股现在上涨49点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病毒突破了600万确诊 谭德赛说 不受控解封是灾难 不受控的解封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还在燃烧 疫情最严重的美国 累计病例突破600万大关 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说 紧急批准新冠肺炎的疫苗 需要高度认真看待及反思 谭德赛也说 各国应该坚持防疫 因为不受控的解封 将是灾难方程式 就是解封了 解封后难控制 他意思是这东西最麻烦了 先前美国政府宣布 考虑要快速跟进 新冠肺炎疫苗的候选治疗药物 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 透过视讯记者会说 美国回家都有权利 在没有完成试验的情况下批准药物 但是这种事情 并不能轻率的去做 WHO倾向取得 可以用在疫苗资格预审的 全套数据 逐一研究每种药物的功效跟安全 而世卫组织谭德赛说 许多人对限制措施感到厌倦 渴望恢复正常生活 但是不受控的解封 是灾难的方程式 呼吁各国 持续坚持相关限制措施 谭德赛说 现实是新冠病毒非常容易传播 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假装 疫情已经结束 我根据统计 美国累计的病例数 已经突破600万大关 新增病例增加速度 看来有趋缓 美国累计 确诊最多的是加州 其次德州跟福利达州 美国疾病防治中心 预测到了9月19号 美国因为新冠肺炎死亡人数 将突破20万 到919 哈佛大学学者说 美国仍然有很多病例 虽然有进展 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过美国的确趋缓了 这一趋缓于老美 老美个性是很天真的 是很乐观的 他们好处是很乐观 坏处当然也同样的 就是太乐观 以他们的乐观 喜欢大家在一起 party 喝酒 做乐 现在既然趋缓了 很多人就没那么在意了 他基本上就是这样 民族性就是这样 他说他的国性 国民性就是这样 蓬佩奥说 川普慎重考虑 限制大陆学生及研究员赴美国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说 总统川普 希望努力阻止中国大陆 人士在美国窃取机密 川普目前正在慎重考虑 要限制陆生或是研究人员到美国 日前美国司法部宣布 在维吉尼亚大学 从事研究工作的大陆籍公民 湖海州被指控非法入侵电脑 窃取商业机密 他在准备从芝加哥 飞往大陆的时候 已经遭到逮捕 同一天在加州大学 UCLA就是洛杉矶分校 研究员关磊 涉嫌传输敏感的美国软体 或科技资料 到中国国防科技大学 已经遭到拘捕起诉 蓬佩奥今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 中共已经窃取了 价值好几千亿美元的智慧财产权 这让美国损失了 甚至多达数十万个工作职缺 美国政府在数十年来 首度严肃看待 中共带来的资讯窃取威胁 蓬佩奥说 他不想在总统川普前透露太多 但川普确实正在考虑 禁止陆生或研究人员到美国 未来几星期或几个月内 就会看到具体做法 他还说 并不是在美国的每一个陆生 都为中共工作 或听命于中共 先前在五月底川普曾经宣布 具有中共军方背景的人士 暂停入境美国求学 或从事研究 他这个麻烦就是 大陆那么多留学生 我相信绝大多数 都不是为中共做的 做事的 拿那么多人替中共做事 可是呢 有没有呢 一定会有的 绝对会有 或是他不见得是替中共做事 但是呢 他发觉 他各种 这个人 去留学 那个各种状况都有 他也会面临各种状况 因为第一个 你跑到异国 再怎么样 那个生活都是不一样的 也许你有钱 生活好一点 没有钱 生活苦一点 要打工的呢 那另外就是 你碰到教授是怎样 我想像这种窃取资料 都是研究所啦 大学什么好窃取 大学什么什么 做什么伟大的研究 几乎没有嘛 所以都研究所 研究所有可能 因为美国 大学教授 还有政府 很多委托他的计划 像当时我做那个计划 就是美国EPA 就是环境保护署 美国的NASA 太空总署 还有呢 这个 Ockridge Laboratory 就是像素领 就第一个原子弹 制造出来 像素领实验室 他们一起研究 给我那个教授研究 经费 那我们才有计划做 我曾经也帮一个教授做过 他是美国交通部给的计划 研究铁路的火车的翻车试验 那个计划是跟MIT 还跟法国的这个 法国高速铁很发达 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合作了 所以美国厉害的教授 他可以争取到很多经费 然后他就带研究生 那这些研究生 我举起我自己的一个朋友的例子 一个同学 对不对 他到去美国 跟我一起在Clemson 那他的教授是中国人 那教授很厉害 流体力学 专门研究火箭 喷射这些东西 他去台湾去的 他也不是 我的了解 他也不是什么谍报员 他跟教授处不好 教授跟他处不好 处不好 他火大了 他就把那个教授研究成果 你知道那个都是电脑打卡的 那不上线 那是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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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卡 他去复制一份 他就拿到邮局 要寄回台湾给中山科学院 所以你说他是 中山科学院的谍报员 不是嘛 他就是因为个人的情绪不爽 就把那个东西 大概想要离开那个教授了 就把那个东西 copy一份 那不知道怎么教授知道 就追到邮局去把他追回来 没有告他了 按照目前这个情况 搞不好都关起来了 没有告他 就把东西追回来 我说你是干什么等等之类的 他来跟我们讲 哎呀我今天上午 在邮局发生什么事情 那你说他是不是谍报员 他不是 那干这个事情 对不对 看从哪个角度看 对我们的中山科学院来讲 也许很好 我知道到底他那个喷射 发射什么发射 什么问题等等 火箭啊等等 对老美来讲当然不好 那老共的学生多少啊 现在去一堆学生啊 我们台湾现在跟大陆比的学生 比那个数目差太远 在那边奇奇怪怪什么样都有 一定有的是谍报 就是要去窃取的 我就是哪些技术是我现在需要的 我就去美国专门学这些东西 这是我专门论文啊 哪些时候发表论文 我就跟他嘛 跟他做嘛 想办法就混进去 优秀啊 我就申请啊 教授都想找好学生啊 教授也不会想 你是不是间谍啊 对不对 一般教授哪那么复杂 他希望找到最好的学生 帮他做嘛 他希望突破 都高他一个人不行 另外一种呢 就是本来也不是谍报 爱国心突然悠然而起 这个东西好 祖国需要他 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 现在台北国室 现在上讲三四点了 好 那么如果老美以后 不让老中学生 或研究员到美国去 这蛮重要的一个政策决定 好不好 难说了 这东西物极必反 很多时候就是真的是这样子 以前谈到美国留学 都是台湾学生 大陆根本不准出去 他留什么美 没钱 当然没钱可以有奖学金 那另外一回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 如果老美给奖学金 大概都是台湾的学生 理工比较容易得奖学金 因为奖学金 基本上不是说你是白做 大家以为奖学金是 不是 奖学金分成两种 一般两种 一种叫做 这个research assistorship 就是研究助理 一种是teaching teaching assistorship 就是这个助教 助教你要教书的 你要帮老师去带学生 你研究生带大学生 研究这个research 研究就是你要帮教授做研究 好处是那个研究的内容 你也可以做你的论文 所以就划得来 你本来就要找个题目做论文 教授有这个题目 你帮他做 但是那个题目不一定是你喜欢的 所以这东西人的命运就这样了 所以你常看到我们很多学者 什么做这个研究 做那个研究 后来很了不起 拿这个奖拿个奖 他哪有资格去挑计划 这是计划挑他了 知道这意思吗 就是说教授 你跟着哪个教授 教授做什么 就跟着做什么 为什么 因为钱啊 有钱嘛 什么地方有钱 像我 我在Clemson 我们一个学长 台大机械系毕业 那边念博士 他有跟我讲说 叫我做什么研究 做什么研究 养鱼 机械博士去养鱼 又不是鱼业生物系 教授拿 因为教授也是到处争取经费 教授也不是天生就有钱 他要跟各地方提出他的主张 或是人家有计划找他 为什么他在养鱼池 一定是用热力的原理 怎么样让那个鱼的温度 等等 用机械方式 养等等 所以 你虽然是念机械博士 那教授拿了计划就养鱼 你就去养吧 你什么有兴趣没兴趣 真的说你能够找到什么 你有兴趣的题目去做 那是很幸运的 一般很少这样了 反正就是 有限的题目 也许有两三个教授做的题目 你可以挑一个 也许 那也是你很厉害了 人家都需要你 通常你能有钱就不错了 尤其你 比如举例来讲 你大学毕业 当晚毕业申请出国 申请表都填出去了 要不要你都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有钱就很高兴了 所以钱还是最重要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 为什么理工科比较容易 教授比较拿到经费 那时候奖学金大概台湾学生 得的比较多了 后来大陆开放 美国大学几乎就立刻把 经费就转给大陆学生 也不是他比我们优秀 其实也没有 只是这个也是一个政策 觉得说 看能不能影响大陆学生 希望他们去美国严肃 了解美国的政治社会 各方面 将来回大陆以后 可以把美国的这种民主精神 什么多元文化的带回大陆去 有这样想法 而且台湾有钱 既然有钱了 我不一定要给你钱 也可以 当然还是有人有钱 现在是少很多了 就给大陆 那我讲物极必反 现在又说不给大陆去了 因为这个原因 那个原因 不给你去了 反正我就讨厌你老公了 你是我的敌人 对不对 以前你是我的朋友 我至少不是敌人 所以没关系 那现在呢 我把你当成我的竞争者 主要的原因就是 为什么我把你当敌人 因为没有 举目忘记 没有一个国家 是美国的对手了 以前还美苏美苏 那现在苏联去哪里了 而今安债债 俄罗斯 俄罗斯现在怎么拼 差远了 对不对 以前还是苏联 那么多苏维埃共和国 那么多附庸国在一起 现在都打破了 各搞各的 那关个俄罗斯人口 也没多少 对不对 不行嘛 就比起来跟以前就差远了 虽然他还是强了 但是跟美国怎么比呢 那还有谁 没有了 老美以前不是哪个 哪个领袖曾经讲过 任何人只要跟美国作对 是美国的威胁 通通要打下去 就算是美国的盟友也是一样 所以现在是因为没有 你如果德国将来强盗说 可以跟美国进行 我这样把你打下去 你日本 你日本现在跟美国很好 对不对 你日本就强盗一个地方 我这样把你打下去 这还有什么话讲的 不能威胁我的 就是打下去 没有什么话讲 一锤敲下去 打了你头破血流沟 躲起来 不要冒出头 日本也很惨啊 日本过去失落20年 怎么来的 不是美国搞出来的吗 日币对美元 因为一美元换300多日币 搞到后来变85块日币的时候 日本好惨了 怎么不惨呢 那谁搞他 不是美国搞他吗 哪有什么半点余地啊 一点余地也没有啊 其实就是这样 那你现在老公要冒出头 那我不打你啊 我不打你我打谁啊 我当然打你嘛 而且呢 人家那种韬光养晦 冒出头还要说我没有 你是根本还能力 不过就天天在那边吹牛 说你很伟大了 2025要怎样了 这个要那个 那个要那个 讲半天 不是逃打吗 就是逃打 北京就是逃打 好了 人家真的打你了 那你要怎样 你一点办法也没有 你生气啊 气很气 但又怎样呢 我吃地没有办法嘛 当然大陆网友 每次听到这都很气的 但是就是这样子啊 你力不如人 美国也不是单独 对你中国不好 任何国家 如果今天像中国这样 能够对他威胁 当然了 你说中国怎么威胁 威胁到哪里 就是局部威胁了 比如说太平洋 亚洲太平洋 中国慢慢起来了 南海要扩张 非洲 局部 局部呢 我们也不能容忍了 握他自旁起 容他人酣睡 你什么意思啊 我滚下床去 不要跟我一起睡觉 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回到 赵少康 十年现场 台北国事件的叠十七点 拜登呼吁终止暴力行为 现役军人民调 不支持川普连任 美国总统候选民主党拜登 呼吁全美抗议民众 终止暴力行为 他也直指现任总统川普 激化动乱 是问题之一 那有个民调显示 美国现役军人 只有37.4% 支持川普连任 拜登今天在Pittsburg 发表演说 抗议的民众 他说打劫纵火 不是抗议 目无法计 赶快停止 这些人应该被起诉 因为川普现在一直说 这些人都是 拜登民主党 黑人支持民主党比较多 所以呢 川普就利用这种形式 就是说你看看 拜登就支持这些人 打劫啊 放火啊 拜登就不支持警察 等等 那这个对美国的中产阶级 这个对白人是很有用的 因为希望安定 怕乱 所以拜登 大概有测试 告诉他说 你这个你不能 姑息啊 你要出来 骂这些人啊 那另外呢 拜登说 美国出现暴力抗议 川普就是问题之一 他说呢 川普希望大家 活在恐惧之中 川普说 他在维持秩序 但是呢 他没有 而且他自己是问题 他不解决问题 川普这四年 毒害了美国 因为 波罗兰 波罗兰 之前发生这个示威 我们就翻成波特兰 那一个川普的支持者 被打死了 川普就指责民主党籍的 波特兰市长 无能 拜登就川普 你鼓励暴力 你不在乎后果 等等 美国军事时报 跟这个雪城大学 Saracus 退伍军人 与军舰研究所进行民调 美国现役军人 只有37.4%支持川普连任 43.1%支持拜登 比较去年12月的民调 川普当时有42%支持 现在37.4%掉下来 香港831太子战周年 至少有14个人被警方逮捕 香港831太子战 昨天831戒满一周年 就是他一个太子战 但是呢 831 所以叫831太子战事件 不少香港人 昨天到太子战献花之意 香港警方傍晚开载 太子跟望角一带 拦查民众 至少有14人被拘捕 分别被控涉嫌 非法集结 扰乱公众秩序等罪嫌 去年8月31号 在香港地铁太子战 大批港警对民众 无差别施暴 用警棍跟胡椒喷雾等等 对待民众 造成很多人重伤 但警方没有彻查 香港警务处长 邓炳强受访时说 有心人散布谣言 污蔑港警 一年过去了 港警在太子战 出口处拉起封锁线 但是还是有很多民众 去献花质疑 被警方清除掉 入业之后 聚集让他增加 有人高喊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警方表示 相关行为涉嫌 违反港区国民法 不能喊 香港你不能喊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多次举起警告 要求民众散去 最后至少有37人 被依照限聚令 或口罩令 开出罚单 831也是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 封杀香港 真普选的 831决议 六周年 香港社会民主 连线 前立法会议员 梁国雄等人 到中联办 外面抗议 警方也对他们 开出限聚令的罚单 在英国伦敦 有国际人权组织 也举行悼念 831的集会活动 在加拿大温哥华 也有300人示威 声援香港 因为香港不少人到温哥华 到加拿大 水晴吃井 最近的这个雨 虽然有下雨 但是好像没有 不够了 昨天开始吧 全国交通大执法 还是今天开始 今天上路 今天 今天全国交通大执法 汽机车不让行人 重点取缔 他们现在认为 就是说 这三年 台北市行人 十大容易出车祸的路口 第一个 最奇怪 怎么会这里 信义路跟建国南路口 就每天都走的 信义路 建国南路口 其次是 明生东路 林申北路口 明生东路 林申北路口 另外是 中华路 汉口街口 跟民权东路 林申北路口 你看 林申北路口 不管是 跟民申东路 民权东路 都常出车祸 还有西原路 和平西路口 民权东路 光复北路口 民权东路 松江路口 民申西路 重庆北路口 大南路 成德路口 四商路 中正路口 好 这几个路口要小心 反正 尽量你让行人 就是说 你在车里 已经很舒服了 这个天 要吹个冷气 下雨的话 不会淋雨 行人很辛苦的 所以呢 摩托车骑士 其实也蛮辛苦的 所以呢 开车的人 能够 离让就离让 全国路口 安全大制法 9月1号 开始正式上路 他们针对 汽机车 不停 不让行人 有五大重点 进行取缔 第一个就是 汽机车不停 让行人 第二个是车辆转向 不暂停 让行人优先通行 罚款是新台币 1200到3600 另外呢 汽车闯红灯 即红灯右转 罚1800到5400 这很多钱了 另外呢 行人也要注意 行人位移规定 行走 行人穿越道 行人位移标志标线 耗志 或只是 首次穿越道路 人家就指挥 罚款300 跟那个汽车少很多 但是还是钱 还是钱 执法第一天的成果呢 会回报统计 明天会发布 每天会发布 昨天抓了都好 抓了都好 这个时候 你不要去 反正就是说 不要倒霉被抓 当然你不能说倒霉 你违规 你不能说倒霉 就是说平常与起没事 这次就有事了 很多时候你要 看风向 宠物鸟可以搭公车捷运 但是一人只能带一件 民国94年的时候 多久以前了 因为担心禽流感 所以禁止旅客 携带鸟 禽类动物 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农委会呢 说监测半天 说没有这个案例 没有这个得禽流感的案例 所以呢 想开放 那你可以带 带鸟啦 小型宠物鸟 有些人去 什么 六鸟啊 什么东西 八哥 两个八哥讲话等等 但是鸡鸭 鹅 火鸡 鸩 鸵鸟 叫做经济类家 家庭还是不行 只是宠物鸟才可以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为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 又涨了 涨16点 多空交战吧 今天看起来 高雄那个14岁少女找到了 高雄不是有一个14岁少女 8月29号搭高铁从高雄北上新竹 再搭网友的车 失联了 那他的母亲在脸书各大社团po文求助向警局报案 失踪三天 今天这个少女被警方在新竹竹北找到了 他跟有性侵前科的保全在一起 目前警方把少女带回警局 厘清期间到底发生什么事 这个少女失踪期间 所有警方南北串联找人 大批网友也加入键盘柯南行列 肉搜出与少女对话的男子手机 赫然发现竟是曾经性侵少女遭判刑的保全 让这个少女家长更担心 警察昨天巡货 载送这个少女的驾驶跟车子 但是没有发现这个少女 透过手机定位系统追踪 发现少女手机讯号 前天晚上出现在台北市中正区水源 路一带昨天又在万华区 傍晚少女手机讯号 再度出现在中正和平公园附近 与其警方到相关区进行大规模查访 不久后讯号又断 让警方无功而返 终于刚刚找到了 在新竹竹北 他很会跑 台北这么绕过来绕过 跑到新竹竹北去了 真的是范围蛮大的 这很麻烦 听说这少女的个性还蛮强的 个性蛮强 好那么 中国时报头版头登的叫做 国防部公布中共军力报告书 证实共军现在叫做 逢剑必根逢击必查 中共战机日日寻议台海 每天在台海这边寻议 那苹果日报的头版头是 AIT揭秘两个电报 美国强力挺台 对台六项保证压制北京的武贺 这都不是现在的了 那两个电报第一个电报是1982年的7月10号 第二个电报是1982年的8月17号 就817 817公报大概有电报 当时美国都没有明讲 都不讲电报内容是什么 那我们一直希望知道到底到底是讲些什么 现在AIT公布了 为什么AIT公布呢 就是说在台海现在就战略模糊 不行 已经压制不住老共 所以现在必须要战略清晰 那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 就是 就是看你当时的需要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 老美觉得我要压制老共 他就压制了 如果这时候他觉得我不需要压制老共 他以前讲什么都没用 那这个时候就是老美觉得需要压制老共的时候 各种理由嘛 刚刚我讲嘛 其他敌人都没有了 只剩下老共嘛 那我不压制你我要压制谁 我那么多战机 我那么多战舰 那么多航母 我干嘛 你是我主要目标 我当然对着你嘛 对不对 那你说老共的军力 局部有优势啦 但是呢全面是老美还是厉害的 你光说花的钱老美比你多很多啊 一倍以上啦 所以而且他很多年啦 你也你要知道 你中国道路也不过是一个心腹啊 刚有钱的 人家已经三四代有钱了 你怎么比啊 我们常常讲说啊 他这个做生意不错赚钱了 跟那个很多那种几代赚钱的人比起来 你还是差嘛 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你将来可能有钱 你但你目前比 你还是不够的 人才你也没有人家多 老美可以吸引全世界人才 尤其犹太人 厉害的犹太人 犹太人不是各个厉害 东欧犹太人很厉害 你可以吸引到全世界最好的人 你有那么多的钱 对不对 然后呢你偿富于民 你的民间企业很厉害 民间企业一定比政府的企业有效率 我从来不相信公营事业会有效率 那个制度就不会有效率 有效率共产主义早就成功了 共产主义所以失败 就因为他没有效率 他没有效率 因为他不管人性 只想空洞的理论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没有这个事情 各取所需会 怎么各尽所能 怎么可能 对不对 我尽我的能 我都要多取所需 我怎么各取所需呢 是搞不成嘛 最后大家吃大锅饭 中国人早就讲了 一个和尚什么有水吃 两个和尚挑水吃 三个和尚没水吃 那和尚都这样 和尚照理应该慈悲为怀 应该有牺牲奉献精神 不是这样吗 和尚牛都是这样 我不是讲过了吗 我当时我们修个日本人的课 那个日本教授叫高板置物 他开个课就是农业机械 第一章就告诉你 为什么要用机械取代牛 为什么 因为一头牛耕种的时候很努力 两头牛就偷懒 只有两头牛加起来的80%的产量 三头牛根本不用讲了 大牛望二牛 二牛望三牛 通通不努力做 让对方做 牛都会这样子 都会想这样 人会不会 当然会嘛 一定是这样 所以人民公司 搞后来一塌糊涂 想也知道是一塌糊涂嘛 所以国营市 也就跟人民公司差不多 在我来看 就那个东西嘛 绩效也不重要 赚钱是怎样 不赚钱怎样 赚钱也不是我的 我拿固定的薪水 就这样子而已啊 那为什么努力 我干嘛拼命 这是人性啊 所以那美国基本上 没有什么公营事业 很少很少 几乎没有 国防企业都是民营事业 它效率就高嘛 你到了怎么拼得过呢 你差远了啦 你光制度你就差远 没有办法的 这东西没办法 你说做一些 你看他现在厉害的 还都是民间啊 什么义乌啊 什么温州啊 那是民间的小计也在做啊 很厉害的啊 东西啊 为什么它是民间嘛 它改成公营 看看怎么样 立刻完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 大陆的军工产业也好 它的经济实力 跟美国比都差很远了 那美国当然这个时候 不让你起来嘛 要赌你 要围你 一定是这样子啦 那现在你慢慢起来 你想在南海扩张 你要想太平洋活动等等 老美现在战略清楚了 我是朝好康 欢迎你回到 早朝好康 时间的现场台北故事 早30点 联合报头版灯的 跟苹果也差不多了 美国的亚太住亲 叫史达伟 说北京威胁日增 美台有益生化 所以美国需要行动 恢复台海平衡 他说为什么最近 要把它公布这些东西 他说两个理由了 一个就是北京的威胁 越来越厉害 那另外呢 就是美国台湾越来越好 其实都不是 是美国跟中国越来越不好 这才是真的 美国因为跟中国越来越不好 所以呢 相对来讲跟台湾就比较好 就这样子 基本上 这个有利有弊 就是战略由模糊改成清晰 以前模糊嘛 他没有告诉你 美国要对台湾怎样 但是大家也知道 因为你一直在卖台湾武器 就知道了嘛 第一个对武器不中止啦 不会停止 老公一直很生气 为什么卖台湾武器 卖台湾武器 他不会停止卖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 如果老公的威胁越严重 他对台湾的武器就卖越多 大概就这个意思 对老美来讲 当然不希望台湾 落入老公的手里嘛 因为 你台湾这个位置 你台湾没有了以后 接着首当其冲 就是日本啦 那对美国来讲 日本多么重要啊 那怎么会让台湾落入 大陆手里呢 我认为这个 老美不会 不会容许的了 那只是说 你要付出多少代价嘛 台湾是美国的 是大陆的核心利益 台湾是不是 美国的核心利益 美国是要表明啊 那之前美国 一直模模糊糊的 所以 我不是在节目 讲很多次 你美国就明白讲嘛 劳共打台湾 你美国要怎样 你要不要出兵 现在也没讲清楚啦 其实也并没有讲清楚 老美也没有说 我就要出兵 那他并没有讲那么清楚 那当时对台六项保证呢 也就是说 不会设定终止 对台湾军收日期 就是说 不会说到了2020年10月30号 我就以后就不卖了 不会 然后呢 不会就台湾军收议题 向老共征询意见 不会跟老共说 我要卖F16V好不好啊 第三个 不会在台北北京 担任斡选角色 第四 就你们自己去解决 你们自己的问题 第四 不会修订台湾关系法 第五个 不会改变 对于台湾主权的立场 第六 不会施压台湾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行谈判 这叫六项保证 我想主要的还是说 基本上就是 老共越来越 越强了嘛 所以老美不能容忍 不能容忍 那台湾当然就是 从某个角度看 你 你手当其冲吧 你手当其冲 对老美来讲 他 给你适当的防卫 但是关键 他会不会出兵 他会不会派兵 这个也要看形势 就是说 台海为什么冲突 假如老公莫名其妙 突然来打你了 这是一回事 你这个宣布台独 想要脱离他 想要脱离中国 就是你不是中国的 就我们一直讲 我们是中国 中华人民 我们是中华民国 就是中国 有天你都放弃了 然后呢 我要独立了 他可能被迫要打你 否则的话 我不认为 现在会发生战争 我真的不认为 所以有人说 马上要打 我不认为了 主要的原因是 老公现在是焦头烂额 他是不是焦头烂额 你自己想 他内部 新冠肺炎 现在你说他不严重 他内部还是很紧张的 你到上海你看看 我那天碰到一个 从成都来的人 我问他 你现在怎样 我说你要回成都 要怎样 台商了 他说我回成都 要关14天 再自主隔离7天 加起来21天 所以他们还是很严格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前阵大水 搞得这个 很紧张 这个三峡大坝 大家都在注意安全的问题 在之前 租瘟 整个大陆租了 搞得比牛肉还贵 租瘟 将来会不会有粮食 短缺的问题 大家都在注意 他内部问题很多 外部 几乎全世界都在围剿他 当然美国为首 但是呢 也就是因为 全世界可能都感受的 尤其是主要国家 感受到他的威胁 所以他一出国门 面临的就是全世界 对他的 对他的围堵 他日子好过 这时候再搞你个台湾 他干嘛 他不是捅个马蜂窝吗 所以我真的不认为 他在这个时候 当然你说那些 网民啊 要怎么骂啊 随便 你如果是习近平 你心心 很烦恼了 你看那个安倍 前阵传说他吐血 至少可能会变血 他那个 什么 溃烂性 迷烂性 常言 沈富雄说 一天会泄十几次 而且都泄血 前阵传说他吐血 就当一个大国的领袖 很辛苦的 日本还算是有基础的 文官制度 还算是健全的 你像大陆 你像习近平 压力有多大 他还搞个台湾 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所以能够平安度过台湾 摆在那边安安静静 不要给他惹事 不要给他逼得 他非要处理就好了 所以我真的不觉得 现在 再加上川普要选举 你就跟川普搞 他有目的的 他有个政治目的 你应该搞什么东西 那这个美珠 陈时中也是个 莫名其妙的人 说拿美珠美牛 换国际地位 你没有换到 你换到什么国际地位 你讲个清楚 台湾因此怎样 就国际突然尊敬我们了 因为你进口个美珠美牛 真的是这样吗 你在讲什么呢 就陈时中本身 就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他当然他有政治性格 那想当官 爱当官 然后呢 搞防疫 你就去搞你的 卫生防疫就好了 别来扯这些东西 什么拿了美珠美牛 就可以换国际地位 你换什么东西 你在讲什么呢 这话不是你该讲的 然后呢 什么 他要去电台 连吃三个月的美珠 还是吃他们的内脏 什么 反正就是 你在讲什么了 你这个卫福部长 你简直搞得变成一个民粹 带头 要吃美珠美牛 吃三个月 还说什么 要吃到也不容易 意思就是这样 那衣服好像能吃到 还运气不错似的 这都不是你一个 卫福部长 该讲的话 你不应该讲这些 你就是 我好好把关 开放 我做卫福部长 我一定替大家 健康好好把关 讲尽各种办法 怎么把关 让大家安心 而不是 没问题了 我吃三个月都没问题了 那既然没问题 为什么学校 又教育部说 营养午餐不可以有 那不是矛盾吗 既然没有问题 那就没问题了 营养午餐不可以有 就表示他有问题 那既然有问题 为什么其他人可以吃呢 那如果没问题 为什么营养午餐不能有呢 你同样是政府啊 你这个 这做法是矛盾的嘛 好吧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谢谢你的收听 再见